2018年9月的一天 经常在黄海海域作业的船长老杨 打捞了一个小船模样的物体 这个物体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通体黑色 上面布满各类复杂的装置 还标有外纹 另一部分外形细长 后面装有推进器 老杨出海几十年 从来没有捞过这样的东西 实觉告诉他 这个神秘装置恐怕大有来头 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老杨果断下令提前结束捕捞 立即返航 第二天凌晨四点 渔船靠岸后 老杨让船员将这个可疑装置 转移到码头仓库中妥善存放 随后拨通了 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干警迅速抵达现场 取回了这一可疑装置 经鉴定 该装置系某国研制的新型水下技术探测器皿装置 其设计理念 使用材料制造工艺以及所携带的多种探测设备均处于国际顶尖水平 性能十分先进 该装置可收集获取多种类型的水文数据 对我军事安全及海洋利益构成潜在威胁 这个案例中 老杨等渔民凭借敏锐的国家安全意识 捞到了境外窃密装置后 迅速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 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机关对老杨等人给予了表彰奖励